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先生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你好 你好 那首先来跟大家跟进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截至目前恒指涨68点 暴在19121点 那么国企指数也是上涨58点 目前是暴在8018点 那么郭老师昨天的联储局也是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保持不变了 那么也就至于市场也是关注金融形势目前对加息不还的影响 那么联储局也是发表声明就表示 正在密切的关注全球的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 那么来评估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的 那么美股昨天是游升转跌 那么三大指数都是下跌1到2个百分点之间的 那么港股今天是低开 但是之后就震荡的走高了 那么目前也是涨在66点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郭老师这个市场关注的议息结果目前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那么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议息结果对港股今后的走势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要说明就是美国现在的通胀只有1.5个百分点 其实来说到目前为止我还认为它不需要把利息开始相调的 还有欧洲正在进一步量化 而日本也是当然我们的中国也是这样子 资金的流动性其实只会一直的不断的增加 再加上油价不断的下调 其实当中存在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经济不明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一定要把利息进一步往上推呢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好了再说第二个问题 美国的联邦的资金利率现在是0.25到0.51 好了就是那个利息再进一步往上推 我想还是四分之一利而已 其实对资金的流动性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当然现在看这个情况 我想也不会太快把利息再进一步往上推 要是环球的经济进一步不明的话 我想这个加息的部分是会稍微延迟一点点的 还有一点大家留意 现在美国的国债是18万亿美金 就是等于说每家四分之一利息的话 利息的话 它付出的利息就是四百多亿 我想暂时它没有太多条件 去加大这几百个亿的利息的开支 所以我想还有一点就是今年是那个总统大选年 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要加息的话都会少延迟 而且很大机会也一点一点的延迟 也不会对经济对流动性大了它的影响 反而现在市场的焦点是不会放在这个事情之上 也不会放在欧洲的债务问题之上 反而就是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在油价 再进一步往下投的话 带来的那个影响到底有多大 还有中国的经济一直不断的往下走 中国人民币会不会进一步往下扁 这个也是市场比较关注的 等于说资金的流动性 基本上我想不会考虑美国加息这个因素 当然要是美国加息的话 其实来说也有利其他地方的资金 再进一步跑进美国去 这个对美国当然是有利 可是总的来说 经济还有股市 还有整个金融市场 其实这段时间的下调 我想是不会 不应该是受到美国加息所影响 反而就是油价带来的不混的 那个做成的 大家对这方面 我想应该是多加了解 那么关注安乐大师呢 也是来关注一下地产股方面 那么连番强调 地产股是非常值得买的 横基地产的主席李兆基 那么过前一年呢 是屡次的增持这个横地的股份 那么增股持股呢 就增到了72.28% 那么券商花旗也就认为 李兆基积极的增持呢 是为了加强这个集团的这样一个灵活性 那么也是刺激股价今天是上涨的非常好 目前呢是涨超过8.24% 那么涨3.38% 再43.35%的 那么本港楼市其实近日来说是持续的转冷 那么再加上这个港元拆息上升 也是加剧了这个地产股的跌势 那么今年以来呢 地产股已经是跌13.9%到22.3%不等了 那么花旗就指出目前香港的这个地产股的估值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了 那么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买入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郭老师你是怎么样看待地产股和12号的横积地产的呢 说真的我没意见南筹地产股的确现在 真的很值得去一个中线的布局 可是问题就来了 整个股市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摆脱了 进一步往下走这个中级的调整呢 因为要是恒生指数 再回市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点的话 肯大机会在进一步往下走的 一定是一万八千零五十六点 就等于说恒指股市还未再创这个新的地点的 在这个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 南筹地产股一定不能够说没有影响的 一定根据大使而下行的 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上的因素 第二就是看看那个基本的因素 不错南筹地产股的现在财政都很健全 可是现在香港的房价好像已经开始出现一个一点一点的走远的了 当然那个美国加息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说要是那个经济前景还是不明的话 可能比较高的房价就会有一个下调的那个走势出现 这方面对南筹地产股来说肯定就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的 当然从一个中线的那个方面去看 现在买一点主要南筹像痕迹地产 像新风机地产还有强势地产这些 现在的股价我觉得一点都不贵的了 相对美股的资产来说他们的抵抗是很严重的了 可是并不代表他们短期之内走势会一点一点的往上走 当然这个时间它下调的幅度也蛮厉害的 可能技术上会有一点点的反弹 可是大的气候大的气氛我想暂时还是没到的 看来香港的这几支大篮球的地产股虽然目前的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这个市场上还是充斥着很多的这样一个负面因素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下面一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了 它就表示可能会来香港进行上市 那么估计的价格呢将会高达150亿的美元 那么也将成为今年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上市金额 那么中国邮政储蓄目前已经选定了五家银行呢 安排它的这样一个IPO的事宜 那么此前有报道就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是在考虑在2016年呢 到底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进行上市 那么目前呢还是最终选择了香港 那么郭老师你怎么看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市之后市场对它的反应呢 我想一般而已 我们你们可以看看啊 那个中金银行股最近的走势是怎么样 当然商业银行股价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也是根据A股根据港股下调 国有银行的股价更不用说了 很多已经创了一年的新低 所以暂时来说整个金融的板块我想还不是市场的焦点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整体的经济还有下行的风险 这个对那个贷款啊 国分文的业务带来一定的不明的风险 第二就是说 人民币的会价还是要进一步下调这个走势 所以我想暂时利盈股应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 在一个不断反复当中进行一个不断的往下寻找地位的走势 当然了 去年上半年的业绩大部分只有1%的增长 到去年下半年情况更差 所以今年下来的业绩公布 我想盈利应该是有一点的倒退 至于能不能够派过去的利息的话 我想大概应该有心理准备 那个派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减少的了 就等于说整个板块暂时来说还是会反复而带远的 好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